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万四千余人被运往台湾 另有极少数人去了中美国 对大多数志愿军战俘为何去台湾一世 坊间争论一直未休 大陆学界及官方多持强迫说 民间舆论场则自愿说泛滥 前者多已回大陆之志愿军战俘口述回忆 为材料依据 后者则往往强调战俘中有大量国军老兵 且对大陆方面留存之材料持之一立场 因事之故 台湾方面关于志愿军战俘去台的相关档案 就成了解决上述意见分歧的关键 却如民间自愿说所言 志愿军战俘中有大量的前国军老兵 但考虑到国军士兵多细抢争拉夫而来 且绝大多数在大陆有父母妻儿 夫妻对台湾当局的向心力是比较可疑的 为聚集到战俘营中 中共战俘编为第七二及八六两连队 内第七十二连队 几权属前国军官兵 第八十六连队 则有一部共匪官兵 分子较为复杂 其管理干部 几权由前国军制官担任一 此种布置对战俘的心态不能不有所理想 也为台湾特工后来控制战俘营 提供了极大便利 关于自愿去台的志愿军战俘数目 台方外交部档案提供了三分统计数据 第一份 市台驻韩大使馆 1952年1月3日致电外交部 报告称 月前有数千俘虏赐壁书反共到底字养 已是坚决不回铁幕 统计中国战俘中 如上述坚决运回台湾者约三千人 一般不愿回铁幕者十之七八 其余则无表示 二第二份 是1952年1月30日 台驻韩大使馆 致电外交部 报告称 简的聚集到俘虏营第七十二连队 全体爱国同志7077人 成联合国总 司令部书记宣言吼号一份 成书和宣言吼号的大意 是要求被送往台湾 三第三份数据 是1952年4月28日 台驻韩大使馆 致电外交部 引用聚集到议员某军报告称 自幻府感冗秘密谈判以来 美方已重新调查俘虏志愿 为多数俘虏不为所动 结果 第八十六连队八千六百余名中 愿回者 仅一一二八名 第七十二连队七千名中 愿回者仅四零零余名 第七十连队 西游七十二连队分出一千五百名 多细匪党分子 愿回者居十之八九 且对少数爱国分子大使威胁 欧毙四人 总计全体俘虏一万九千余人中 愿回者不过四千人左右 其余约一万五千人 仍坚决不回铁幕 四上述三份数据中 以最早期坚决运回台湾者 约三千人之说 最为接近实际 因当时台湾方面尚未能对战俘营 施以严密控制 但所谓一般不愿回铁幕的十之七八 恐怕只是乐观之余 其后的七零七七人 约一万五千人 仍坚决不回铁幕等数据 军系台湾方面 对志愿军战俘营 渗透控制后的统计 自愿二字 以大打折扣 志愿军战俘抵达台湾 中立国调查报告披露 志愿军战俘受恐怖威胁 不能自由选择台湾方面 一直竭力宣传志愿军战俘去台 纯系个人自愿 并无外力控制与压迫 但1952年4月28日 台驻韩大使馆之外交部的电报 仍部分披露了其渗透控制战俘营的事实 电报趁 此次多数匪复能坚定不移 实际因归功与我方议员工作是大 所获得成就 因此批议员之工作使俘虏与我政府间之距离缩短 精神完全贯通 反之北韩俘虏丙中意有韩国议员工作 为分子未经精选工作不起作用 愿回铁木折返战多数 乃及明显之对照 无所谓我方议员 实际上多系台湾特工 议员进入战俘营后 具体如何开展工作 尚需待台方披露更多档案 但据当日由瑞士 瑞典 印度 波兰 捷克五国组成的第三方中立国前法委员会的调查 以可大致了解 议员们迫使志愿军战俘去台的主要方式 乃是恐怖手段 该委员会主席曾致涵联军统帅克拉克 明确质疑此前甄别出来的坚决不回铁木的一万五千余名志愿军战俘 是否真的出于自愿 韩称 有许多战俘可能将不希望遣返 然迄今为止 已约有一百一十名战俘 要求予以遣返 此足证明 战俘中至少有若干人的确希望遣返 较此更有意义的一项事实是 战俘中没有一人敢公开 得在他们营区内要求遣返 他们必须暗中做此要求 否则便要冒被同营其他战俘处死或伤害的危险 或是冒被围离边武装卫兵枪击的危险 要求遣返战俘表达 其希望所用的不正常方式 自然使人怀疑 所有战俘并军非自由之身 战俘领袖们 如不是不信任中立国遣返委员会 就是深恐一旦一个战俘扩准单独在一处时 他就可能改变主意 并决定要求遣返 六总阔而言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认为 仍在围场中之战俘 无人享有密求遣返之自由 并接触于武力或武力的威胁下 但是 本会难于估计为恐离后果 而未能行使其遣返权力的战俘们的数目 其此外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中的对点 瑞士两国另有一份单独报告 该报告趁自警管开始支出 本委员会既已察觉来自双方的战俘 均经过良好组织之事实 那显然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 本委员会议查及此等组织 对于那些渴望遣返的战俘 是有一种有力的控制 后者因此常需暗中申请予以遣返 并深恐其生命遭受危险 实际上 若干谋杀案已在南营发生 八上述关于中立国调查委员会之报告 继由台方于1954年 组织翻译存档 四五可能在翻译中存在刻意的虚构 与夸张 台湾民众被组织上街欢迎志愿军战俘底台注视 第二台 外交部情报司档案 驻韩大使馆代电第一号 三台 外交部情报司档案 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 是外交部代电 第31号 四五台 外交部情报司档案 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 代电第八十六号 六七台 外交部情报司档案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 及多数报告 1954年1月8日 八台 外交部情报司档案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瑞典 及瑞士委员之令提临时报告 及少数报告 1954年1月8日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